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兼秘书长曾永泉16日参加第11届海峡论坛大会,并发表开幕致辞。 他在发言中表示,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,不仅同根同源,而且同文同种。 在此种血浓与水的渊源上,对于彼此互议的观点与意见,应该体谅与包容,尽量求同存益。 分享彼此发展的经验与成果,唯有扩大交流,积极对话,才能共同增进两岸人民的福祉。 中国国民党坚持九二共识,反对台独。 在这样的基础上,推动两岸交流,维护台海和平。 曾永泉指出,海峡论坛是两岸民间交流的重要推手,重要性无庸置疑。 八年前我就绿团参加过第三届海峡论坛,睽違八年之后,很开心能有机会再度绿团参与第十一届海峡论坛,但欣喜之余,也不免感到有些许遗憾。 他说,欣喜的是,这几年虽然两岸情势有些波折与动荡,但海峡论坛丝毫没有受到影响,不但规模日益升级。 也对两岸民间交流产生许多正面注意,成为一年一度两岸民间往来的最大省市。 但遗憾的是,八年前两岸人民兴奋迎接大交流、大发展、大合作的时代,但时至今日,却因为政治因素与人为阻隔。 不但官方互动激进为零,民间往来也受到严重妨碍。 甚至连国共论坛都因此而被迫中断,造成两岸交流的重大损失。 也伤害两岸人民的交流权益,不能不令人感到唏嘘。 曾永泉表示,虽然最近三年,因为人为阻碍,让两岸关系停滞不前。 甚至大幅倒退,不仅两岸航班减少。 陆生、陆克来台人数也大幅滑落,两岸交流明显受到严重影响。 但索性去年的九合一选举,台湾人民已经用选票充分表达出支持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。 反对意识形态阻碍交流的意志,因此,如果执政者利用政治算计,持续污蔑九二共识。 对意调动两岸人民的敏感神经,阻碍两岸之间的交流,则必然会在接下来的选举中,继续被选民用选票唾弃。 作为一个积极推动两岸交流的老兵,曾永泉说,九二共识就是两岸交流的压仓石,也像是摩天大楼里的阻尼器。 可以妥善维系两岸之间的和平稳定发展,绝对值得两岸共同珍惜与坚持。 看看2008年到2016年,海峡两岸双方就是以九二共识为基础。 签署了23项协议,共同开创了制度性协商与交流的新局面。 两岸关系也因此迈向和平繁荣的道路。 曾永泉指出,这一届海峡论坛的主题是扩大民间交流、深化融合发展。 不论是深化、融合或者发展,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。 大陆方面去年推出了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31项措施。 而且已经有80多个地方颁布实行办法,这些具体的作为。 对于两岸民间社会的交流,肯定能够发挥巨大的影响。 他表示,当前两岸人民之间的日常往来,经贸交流,可以说是络绎于途。 许多台湾人民都在大陆就学、就业,或者创业、旅游。 同样也有许多大陆人民到台湾读书、工作,以及观光、探亲。 尤其还有超过40万的通婚家庭,早就在两岸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共同生活圈。 这已经成为不可逸的交流常态了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